大家好 我们养兰花都希望自己的兰花长新芽快 长新芽多 而且长新芽降壮 那么平时我们养护兰花的过程中 如何才能让它达到这种效果呢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技巧 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土养扒一扒 也就是兰花炉头旁边的资料给它扒一下 把兰花的炉头给它露出来 最少露三分之二 给兰花的炉头更加的健康 还有让它接收更多的阳光 刺激它新芽分化出来 第二个就是适当的给它增加光照 因为增加光照能让它更多的光合作用 产生更多的光合产物 刺激它新芽分化 第三个多用有机肥 比如说像这种兰科中用有机养液 在兰花的生长期使用是效果非常好的 而且它是一种微生物营养型的 可以增加土养中的微生物 让兰花的根系更加容易吸收土养中的养分 因为兰花吸收养分 是经过以兰花共生精的作用下 相互提供养分的 我们使用这种方法 使用这种技巧来养护兰花 就可以提高兰花发芽的概率 当兰花的新芽长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质量 把这个炉头给它覆盖起来 让炉头的水分养分更加的充足 来提供给兰花的新芽生长 让兰花达到更加健壮的一个效果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